救难人员用救生艇连夜把受灾民众撤出来 有人整晚待在树木几乎最高处 一看到有人来救连忙跳下 热带气旋一带来袭 莫三比克拥有53万人的港口城市贝拉 将近九成遭到摧毁 连世界粮食计划署储存补给品的仓库也毁了 而在星巴威靠近莫三比克边界的山区小镇 齐马尼马尼灾后和外界断绝联络 民众放到网上的画面透过通讯社传出来 滚滚洪水冲毁道路 许多居民占避高处 目前情况不明 至于外国传媒很少关注的马拉威 也是首度有灾区画面传出来 现在政府已经提供了食物 也提供了救护 马拉威有90万人受到影响 主要在南部地区 在最南边的恩桑节 可以看到房屋毁损只剩下残垣断瓦 流离失所的民众聚集在空地上 减食枯枝生火煮东西吃 预计南部地区还会降下大雨 受灾民众期待救援行动 要更快 大雨新闻女方编译